Realme 從 X 到 X2 一下子跳了 48 代的新一代旗艦機種 Realme X50 Pro 5G 正式登場 Realme 林校長表示 X 代表 X 系列產品 5 代表 Realme 第一款 5G 產品 至於 0 則代表 Realme 的 5G 元年 回到發表會 這次 Realme X50 Pro 在相機上搭載了四鏡頭模組 由上到下分別是 F2.5 54mm 1,200 萬兩倍光學長焦鏡頭 透過算法可以達到 20 倍混合變焦鏡頭 不過實機效果還是要等待後續測試結果 接著是 F1.8 三星 GW1 6400 萬畫素主鏡頭 以及 F2.3 800 萬畫素 119 度超廣角 跟 3 公分微距鏡頭 最後是 F2.4 黑白人像鏡頭 在拍照上 Realme X50 Pro 除了加入全新的平滑變焦外 也推出了全新的 UIS 防手震以及夜景模式 不過實機表現還是等待邦尼後續的實機測試 X50 Pro 在螢幕上採用了 6.44 吋 Full HD Plus 20b9 的前置雙鏡頭開孔 Super AMOLED 螢幕 支援 90Hz 的螢幕刷新率 以及 180Hz 的觸控採量率 在亮度上擁有超過 1000 尼特的峰值亮度 此外 其後機身都採用第五代康寧大行星玻璃 顯示上則是能夠覆蓋 100% DCI-P3 色域 並且支援 HDR10 Plus 前鏡頭部分 Realme X50 Pro 採用雙自拍鏡頭配置 包括左側的 F2.2 800 萬畫素 105 度廣角鏡頭 右側則是 F2.5 3200 萬畫素鏡頭 採用 Sony IMX616 感光元件 透過 105 度的超廣角鏡頭 可以進行超廣角錄影以及即時景深預覽 音效上 X50 Pro 提供了雙喇叭 同時也支援 Dolby Atmos 而在效能上 X50 Pro 搭載高通 Snapdragon 865 支援 5G 通訊 配置 LPDDR5 最高 12GB 的 RAM 以及最大 256GB 的 UFS 3.0 儲存空間 連接上支援 Wi-Fi 6 散熱部分 Realme X50 Pro 5G 採用五重立體散熱技術 簡單來說 就是透過上下兩層的散熱石墨片 搭配上均熱板 散熱細紙 以及多層銅箔組成的散熱系統 續航部分 X50 Pro 採用雙電池模組 組成 4200 mAh 的電量 快充上支援 65W 的 SuperDart 超級閃充技術 並且隨附了 65W 的淡化家 快速充電組 在官方提供的數據當中 35 分鐘就能將 X50 Pro 完全充滿 實際來說 就是充電 3 分鐘 通話 4 小時 而在生物特徵安全辨識技術上 X50 Pro 依舊搭載螢幕下指紋辨識 採用的是繪頂新一代白光解決方案 上市資訊部分 Realme X50 Pro 目前有青苔 以及紅袖兩種顏色 最便宜的 8 加 128 版本 起售價新台幣 19,700 左右 12 加 256GB 的頂規版本 則是 24,600 左右 目前尚未有在台的相關上市資訊 如果後續有任何更新 邦尼也會帶來第一手的相關內容 好啦 本期節目結束了 也別忘了右上角對 Realme X50 Pro 進行投票 如果喜歡本期的節目 不要忘記訂閱邦尼幫你 並且打開小鈴鐺 即時收到最新的評測通知 當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 Instagram 以及 Line App 找到我們 如果還有其他問題 別忘了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期影片再見啦 今天要週兩下語 下信息 下信息 aaa